Hello 大家好 我是Lysis 今天这个视频想和大家分享另外一款我很喜欢的蒸鸡菜式 那就是用冬菇红枣来蒸鸡 这种搭配我觉得比金针永远蒸鸡更加好吃 是我个人的真心推荐 希望大家也喜欢 我介绍一下做这道菜的材料给大家 主要就是三样 冬菇 红枣和鸡 冬菇和红枣要预先蒸泡一下 我们帮鸡调一调味 倒入酱油 蚝油 盐 糖 胡椒粉 绍兴酒 把它们和鸡混合一下 接着再加入一些姜丝 还有就是生粉 加生粉进去可以令到蒸出来的鸡不会水汪汪的 也可以令到调味料更加入味 加入各种调味料后 把鸡大约腌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冬菇切丝 把红枣去壳后 也把它切成一块块 接着再把冬菇 红枣和腌好的鸡拌匀 再把它们铺在碟上 我会把腌鸡的调味料分量写在说明文里 供大家做个参考 现在可以把鸡拿去蒸了 水滚后把鸡放上去 蒸大约15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一叠香喷喷的冬菇红枣蒸鸡已经做好了 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只要跟着我这方式来帮鸡调味 保证你也能蒸出嫩滑好吃的鸡肉 做这菜式非常简单方便 下次你也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内容的话 请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